Hello everybody 前面咱们在讲乾隆晚贵妃的视频里提了一嘴 清朝后妃长寿排行榜前三甲 其中呢第二名就是甄嬛传中病痒痒的端妃原型 嘿嘿是不是没想到 一格殿端妃竟然是雍正后宫的大营家 实不相瞒呢 每次看到端妃出场 我是生怕她不小心就挂 结果人家一格殿超长待机 就那么撑到大结局去了 而端妃的历史原型啊 纯一皇贵妃更是牛 活了96岁 是雍正最长寿的妃子 那这纯仪皇贵妃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别急咱们马上开盘 剧中的端妃是王府旧人 曾经在大胖菊和太后的旨意下 揣着碗花太药送给了怀孕的华妃 华妃孩子当时就没了 后来她被华妃强贯葬红花 导致再也不能生育 身体也被拖垮了 虽然在大胖菊登记以后 补偿给了她一个妃位 但华妃还是时不时的就来找她撒气 端妃只能闭门不出 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在第一次见到屋里环环后 她就知道自己反击的机会来了 此后端妃就不断的给环环提供场外支援 华妃领了盒饭之后 端妃大仇得报 还收养了瘟仪公主 窝回宫里也过回了自己的小日子 端妃原型是雍正的纯一皇贵妃 据史料记载 纯一皇贵妃耿氏 管领耿德金之女 她的出生不算高 所以在进入雍正府邸时 只是一名格格 也就是侍妾 耿氏和甄嬛的原型 孝盛宪皇后 使前后脚进了王府 此时雍正的心思 都在年侍的身上 这俩都没啥恩宠的小姐妹 互相扶持 本来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可是哪成乡 雍正登基了 1722年雍正登基 耿氏被封为玉品 按理说以耿氏的出身 是不会被封这么高的位分的 那耿氏究竟是哪招雍正喜欢 以至于出身不好 还能成义公主位呢 答案就是喝酒 哎 雍正这人没啥爱好 就喜欢在工作之余喝点小酒 要放端飞身上 别说喝酒了 就算是多喝两口药 他都能把自己给呛着 可耿氏不一样啊 他身强力壮 酒量那是刚囊的 在雍正意外发现自己忽略的小透明 竟然摇身一变 成了夜店扛把子 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所以每回雍正要小酌几杯的时候 就会让耿氏在旁边陪着 当到结语花 在酒精作用下 嘿嘿 圣宠这不就来了吗 而且耿氏也没被灌葬红花 这一来一回这下啊 耿氏便在康熙50年 生下了雍正第五个儿子 红咒 要么说是好姐妹呢 环环和耿氏不仅是前后脚架的人 连生娃都只隔了三个月 这下不仅这俩人感情好 红历和红咒也好得跟亲哥俩似的 雍正八年 孝经县皇后病重 雍正为冲洗大封后宫 耿氏被禁封为玉妃 乌立环环也从西妃禁为了西贵妃 多久之后 孝经县皇后病逝 此时后宫西贵妃地位最高 齐妃因为清朝巨人红石失宠 耿氏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后宫二把手 妥妥就是姐妹携手逆袭的爽聚啊 但这还不是大结局 俩人并没有止步于此 1735年 雍正驾崩 皇四子红历继位 是位乾隆帝 对于从小一起长大的红咒 乾隆不仅将老爹雍正为亲王时 居住的府邸 以及所有钱财拱手相送 更是直接让红咒管理内务府 也就是自己的私人小金库 哎 这还不够 乾隆还将红咒认为正白起满洲都统 相皇起满洲都统 充裕谍管总裁 身为义政大臣 管理正皇起觉罗学事务 这么多抬头往弟弟身上堆 乾隆就不怕他动什么歪心思吗 这就不得不提红咒 荒唐王爷的称号了 红咒是目睹过九子夺底惨壮的 为了不让自己落得和叔叔们一样的下场 红咒在乾隆登记以后就装疯卖傻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给自己办葬礼 妾妾跪着哭泣祭奠 他坐在旁边以此为乐 红咒做的这些 不过是为了一种能活下去的生存手段 而这些正是因为母亲的言传身教 耿氏在雍正死后 被乾隆尊为了黄考玉贵妃 平平安安的活到了乾隆四十三年 此时的耿氏已经九十岁了 乾隆在他生日时再次加封 尊其为黄考玉皇贵太妃 乾隆四十九年 耿氏去世 享年九十六岁 纵观耿氏的一生 虽说开局并不美好 但因为大智若愚 却也拥有过美好的一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